欢迎来到龙妈小厨 今天我们来做香煎袋子 做法十分简单 两三分钟就能做好 这些是主要的材料 第一步 用厨房纸吸干袋子的水分 然后拍打蒜头 可以不用脱衣 把香叶卷起来 然后这样切碎 调味之前可以再次擦干袋子 两面都撒上盐和黑胡椒粉 但是盐不要撒太多 因为袋子本身自带有一点咸 中火热锅 添加橄榄油 添加蒜头 中火煎一会儿 添加袋子 袋子放入锅内后 不要翻动 蒙火煎袋子 这一步大概需要60秒 这样 袋子的侧面很快就会散发出诱人的金黄 添加没有盐的黄油 让它愉快地渗入袋子和蒜头里 黄油本身就有浓郁的香气 也能让袋子表面的焦黄色更好看 给袋子翻面 另外那一面煎大概40秒 最后 添加香料 因为袋子本身的味道就清雅鲜甜 香料赋予它更丰富的滋味层次 不停地给袋子淋汁 煎完40秒后出锅 倒入蒜汁 袋子表面干香 底面鲜甜 搭配蒜头和黄油 用香煎的方法做出来别有风味 如果你也喜欢这期的视频 请点赞 关注和打开小铃铛 我是龙妈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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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